好 主席請這個衛生署長上來一下 好 請邱署長 這個 邱署長好 邱署長 這個目前啊 我們的政策就是 應該講說目前食品衛生管理法 就是零檢出吧 所以在零檢出的這個基礎上呢 大家來進行所謂的 這個各地縣市政府啊 衛生局啊 加強茶器 所以零檢出 目前的零檢出政策 如果沒有辦法具體落實 你如何要來談 什麼修正 什麼開放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目前的民眾的疑慮 還沒有消除之前 你也不宜貿然來推動 任何的修法 現在呢 非常有趣的就是 有這個行政部門啊 所做的民調 有43%的 是 反對 修法啊 有48%的 是要來支持啊 那麼 對於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在 應該要多多加強跟民眾的溝通 多辦 我們立法院這邊多辦一些公聽會 然後呢 等到民眾的疑慮 解除 之前啊 之後啊 我們才能夠來 從零檢出 來做修正 還有 我們的安全容許 現在啊 安全容許這個東西啊 以目前零檢出的正... 基礎上啊 受到非常大挑戰啊 我請問一下署長啊 這個聽說啊 毒性比萊克多巴胺強 是不是有這回事啊 是 是